各位,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 今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著名歌影天后,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梅艳芳出道的故事,1982年,梅艳芳参加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主办的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脱泳而出, 以其圆润沉厚词圣的桑音和沉稳大气的台风献唱徐小讽名曲风的季节级评审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的评审包括两名之心音乐家黄尖与顾家辉,其中黄尖级与满分,但顾家辉则以艺术无满分为由硬扣一分。 此事为梅艳芳担任黄尖与顾家辉于1998年合办的黄尖, 顾家辉真有情演唱会嘉宾时由三人一同提及狗,摘下身受冠军,正式踏上星图。 媒体报道分数姓亚军几条街,由于梅艳芳是女低音, 类似徐小讽,曾被冠以小徐小讽的称号, 而徐小讽则曾被冠以小白光的称号。 同年,华星唱片跟梅艳芳陆祭第一首歌曲《心寨》及其首张唱片《心寨》, 而且身为作曲作词的黄尖与顾家辉两人第一次听完以后就已经直接宣布收货狗。 阿梅第一首唱得皆知汉文的歌曲, 是卡通片《IQ博士》的主题曲。 1983年,他凭交出《我的心的日文版》参加东京音乐节, 夺下荣获亚洲特别奖及东京电视掌两项殊荣, 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新星。 同年,第二将个人唱片赤色梅艳芳推出, 船迹创下五张白金唱片的销量, 而且入选年度十大金曲,一炮而红。 事业颠峰期,刘培基为梅艳芳于梅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2003设计的开场伏式。 伏式商上大量手工精细的金线彩石, 涉于香港文化博物馆他fashion传奇 Eddie Lauta Image八变刘培基展览。 1985年1月,唱片《似水流年》推出。 1986年1月7日,唱片《坏女孩》推出。 内容充满争议,甚至一度被禁播。 但唱片创下该年累计72万张的香港销量纪录。 同年12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首次个人演唱会。 连演15场,创下最年轻女歌手入主红馆, 举行个人演唱会以及拥有最多长数的纪录。 两年后,《坏女孩》的歌唱风格进一步演化。 梅艳芳,《似火探歌》,和梅艳芳, 烈艳红唇,两张唱片民势。 梅艳芳以性感形象演出。 此后他再创下于红馆举行演唱会最高长数纪录, 被誉为梅28与梅30,代表他连开28场与30场演唱会。 事业如日中天。 1985年至1989年,他在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连续五届奪得最受欢迎女歌声。 在1989年度戚策乐坛流行榜班奖典礼 奪得戚策乐坛女歌手金奖,被誉为乐坛女王。 奠定巨星地位。梅艳芳更于1988年以为一亚洲女歌手身份 受邀至韩国汉城奥运参加奥运前奏大会演, 与各国巨星同场表演,包括美国巨星珍妮杰克逊。 其后,梅艳芳于韩国发行唱片, 韩国也是他的唱片基地之一。 1990年,梅艳芳更荣登韩国最受欢迎外语 女歌手五甲。歌曲亦打入韩国主要流行榜, 跳出香港,成为亚洲天后。 在舞台上,因形象八变, 服饰领导香港潮流。 形象前卫大胆,更是大中华地区首位 在同一场演唱会换几套衣, 在专辑封面和MV都有不同造型的歌手, 因此被称为百变天后。 好,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